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40度 有彩彩 阿雲有彩 有彩彩 有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新角色 其實今天會跟新角色 不過也是有新角色 分享一下新角色 以我自己的看法 這隻新角色 暫時來說 真的不太用得上 這隻是水弓 套耳 黑肉 弓 我一般 雖然是黑色 但因為我已經有暗弓 所以所有黑色都看不上眼 看看技能方面 艷彩 戰羽 向前面的敵人造成水屬性的傷害 然後是首獵直覺 給予自身和周圍我方攻擊的10秒之間上升10% 攻擊力 這隻只有周圍 攻擊力10秒提升10% 還有能量條增加率上升20% 但一定要走到隊友身邊 這算是很麻煩 如果不是一放 全體吃這個效果 我自己覺得很麻煩 只能量條增加率 另外能力是20連擊的爆擊威力加10% 然後我覺得最搞笑的地方就是 魂的抗性 大家都知道 我們以往打開最辛苦的就是真風龍 真風龍沒有理由帶水進去打吧 即使有抗魂也沒有意思 被他打雙倍傷害 技能傷害加30% 所以我就開始想 究竟是否有新的關卡 即是未來的火會有暈呢 以往火是不會暈的 或者是打虛空之影 但現階段來說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麻煩 或者是今次打的活動 我們已經打火關了 但他會暈暈我們 另外就是龍族方面 龍族方面 這就是莫希鳥 希莫鳥 不是莫希鳥 希莫鳥 不是沒有蝦鳥 是希莫鳥 這隻鳥是水龍 是一隻很不水龍的水龍 是雀鳥 有彩虹爆譜 令前方有水屬性傷害 還可以回復我方的HP 然後是能力方面 如果突滿的話 也是40%的HP提升 即是我們的角色 但要水屬性 我們玩開龍也是這樣 也有一個新技能 就是OD特攻加60% 如果是水角色 當OD的時候 敵方的傷害 即是我們打敵方的傷害 會提升60% 我自己這樣看 這條龍 加血 OD特攻 有點奇怪 因為你本身加血的時候 即是你的角色 也不是玩攻到極限 雖然OD特攻加了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效呢 是很矛盾的 加血 但又加OD特攻 我寧願他加40%攻 然後再加OD特攻 這樣會比較好 現在變成... 即是... 雖然我覺得是兩頭不到案 看完這個配搭 所以我自己也不會抽 今期的東西全部都不抽 我自己來說 因為這卡的護符 叫做《森林天職之伴》 這卡可以幫助我們攻擊技能傷害加35% 玩攻擊技能有這卡比較好 我自己不玩攻擊技能 這卡對我來說沒什麼用 接著就是技能累積強擊加10% 爆發攻擊命中的時候 技能條增加率會提升10% 其實這卡可以的 但問題是我不玩攻擊技能 就變成沒什麼需要 如果大家玩攻擊技能 可以去考慮一下 但整個卡池來說 我覺得是... 媽媽的 如果你真的要抽的話 就真的有愛才去抽 這次活動沒什麼特別了 希望接下來的火焰之文章 以及聖火焰之文章 聖火焰之文章 快點出合作 我自己應該會玩得很開心 有合作我就會開心 大家怎樣看 大家覺得有合作是否會比較開心 我自己也挺期待 如果大家期待 又或者有什麼看法 可以留言 最後就讓大家去看看 其實我還是有玩遊戲的 這些就是我出勤 出外玩遊戲的時候 拍下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拜拜 準備1 2 3 嘩 哪個中呢 先看看 好大機會 40這裡 哪個彩 我有彩 阿雲有彩 有獎 沒有 沒有 只有兩個彩 一個彩 沒有 會不會是劍呢 我又升了 這麼厲害 喂 是龍 沒有 是龍 這是什麼龍 這次的那條 沒有 6.5再升上去7 你 你 我的彩是什麼 我先按一下 按一下 我的龍 喂 頂 保羅米收屍 是 保羅去收屍 喂 你也好 我還可以玩劍 好 是 有